在那里度过两天 耶稣离开到加利利去 因为他自己说过 先知在本地是不受尊敬的 耶稣到了加利利的时候 加利利人都欢迎他 因为他们曾经上耶路撒冷去过节 见过他所行的一切 然后耶稣回到加利利的加拿 在那里他曾把水变成了酒 有一个大臣 他的儿子在加摆了病了 他听说耶稣从犹太来到了加利利 就来见他 求耶稣去医治他的儿子 因为他的儿子快要死了 如果看不见神奇奇事 你们总是不肯相信 先生 请跟我走 陈我的孩子还没有死 回去吧 你的儿子好了 这个人相信了耶稣的话就回去了 在鬼家的路上 他的仆人向他来报告消息 你的儿子 他活过来了 他就向仆人查问孩子 是什么时候好转 昨天下午 一点钟的勺 热就退了 这父亲知道了 那正是耶稣告诉他的那个时候 你的儿子好了 他自己和全家就信了 这是耶稣从犹太回到加利利后 行的第二件神迹 我看了 有什么人 那钱 不论 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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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